我們現在是做切線的題目 其實在這個題目的難度是一點也不難的 只不過是很煩,要寫很多東西 我們先看看這個題目 因為這裡會有四坨的切線 我們先看看 首頁就是這裡 B 4T 是B,Q,QC 是RC,RD and SD,SA 並将所有數碼 這裡就是這些 我們切完這些之後就可以處理這邊的問題 其實這裡一開始大家就去看看 我們這樣切的時候 其實都是當中間有一個圓心的地方 我們就這樣拉條線進去 這個是直角 這裡拉下去也是直角 這邊是直角 這個也是直角 我們就先看看下面這兩個 他就問了 究竟那個BD 和那個SR其實是否垂直呢 我們就這樣看下去 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判斷到它 是不是垂直的 但我們只會知道 O D 就是和這個SR是垂直 而分別來說 這個PQ 也是和這個BO是垂直 我們就沒有資料證明這個系 所以這個的話 就不對了 去到下面那邊 其實那個方法也是一樣 其實那個方法也是一樣 我們那個PR 是否和這個QS垂直呢 原因都一樣 我們是決定不到它究竟是否垂直 因為這個資料不足以告訴我們 所以這裡也是不對的 其實它的最後答案 其實只有1 我們都要計一計 不要說 猜猜猜猜 因為它可能有機會 之後有些題目的答案是 三者皆不是這樣 我們都會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 PS 加QR 我們就知道 PS 其實就是 PA 加AS 然後 QR 其實就是 QC 再加CR 所以我們這裡 其實就等於 B加A 再加C加D 其實兩者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才可以證明 可以證明 B加C 我們會看 B加QB 再加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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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QB 加QB 其實兩者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才可以證明 這個是對的 所以最後 答案 只有A 這題小心點做 問題都不大